接着来看到正后第11天 搜救人员是协同重型机具 13号持续停进和人矿区搜索热区 而在深约5公尺处发现小货车及沙包 中午12点左右发现了中和矿场 萧姓司机的遗体 另外针对这个失联的新加坡夫妻 搜救人员则前往不到2.4公里处 沙卡汤瀑布区来持续搜索 矿区沿层部分土石松脱 下一秒上头山壁崩塌 整片向瀑布倾斜而下 涌出大量云雾状的尘土席卷而来 0403花莲强震让无数家庭破碎 而被掩埋的小型矿工遗体 终于在失联第11天重见天日 套搜队仔细包裹小型矿工遗体 13号上午他们再度前往中和矿区找人 不放弃任何希望 才刚开挖热区 5公尺后就发现小型矿工货车上载运的沙包 继续挖果然在深处找到他的遗体 由救护车在校2点多送到花莲殡仪馆 花莲战役工会帮遗体撑起黑伞 穿着白色短袖的是小型男子的妹妹 递着头表情哀气 听着殡仪馆敲铃领送金迎刃情绪 身边跟着哥哥的良明男同事也一脸凝重前往迎邻 花莲地检署检察官随后到场相宴 至于小型男子的老婆和儿子 大于晚间6点也会抵达现场 遗体经过裁检后会暂时兵存在原地 家属决定不在花莲接受遗体修复 之后会将销新矿工带回基隆 另一边失联的新加坡夫妻搜索行动 却遭遇大卡关 沙卡当大水管处贪方 扬起阵阵烟城 特色队紧急呼喊撤退 但还是有8名弟兄一度受困索性平安 搜救行动14号暂停一天 特色队还要重建旗鼓 部署最新搜救策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